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数如今能有眼神杀死观众的香港男星 除了忧郁目光的梁朝伟 那就要数有着邪性甚至病态眼神的吴振宇了 多年前看到的一篇访谈 影帝吴振宇在谈到落选入围金像讲时 说 我一直明白一个道理 通向成功之路就像等公交车 人很多 大家都要排队 如果有人插队 那排在你后面的也许比你先红 还有人家有私家车的 到达目的地当然也比你快 这时候 有人会因为老是等不到车就不等了 我相信公交车虽然慢 但肯定会送我到达目的地 我想这段话适用于很多人 只要坚持一定会走向成功 或许很多人看过吴振宇演过的电影 但是没人知道他竟然还出过家当过和尚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听听这位影帝的故事 吴振宇在五岁时他就皈依佛门了 二十岁时还出过家 做过七天和尚 演员培训班他也是考了四次才考上的 在考演员的时候 导演问 学佛和做演员有什么关系 吴振宇说 学佛和做演员都是放下自己 确实如此啊 学佛就是消灭自私自利 消灭一切实有的执着 自利利他 会员明星梦前 原名吴志强的吴振宇是作办公室助理 1985年他正式毕业于无限议员训练班 即后参演聚集 生命之旅 半坚决成名 接演过《公司三文志》 卡拉乌起 《难兄难弟》等电视作品 1992年振宇离开无限外闯 先后拍过70部港产片 最深入明星饰演古惑仔亮坤一角 更被誉为是一位全能演员 《枪火》里阿来这个角色的出色演绎 更让吴振宇拿到了金马影帝的头衔 吴振宇对待角色从来一丝不苟的态度 为他赢得了广大影迷的尊敬 也让他的电影生涯 一步步脚踏实地地走向巅峰 吴振宇的敬业来自他对自己事业的使命感 因为放下自己 他拍过无数烂片 又因为敬业 他总能在烂片中有惊人表现 在《人生》这个大班中 吴振宇是一个非常偏科的学生 论如何做一个专业的好演员 吴振宇满分 但在如何选片这一块 吴振宇交白卷了 他演过太多的烂片了 影迷称他有着影帝级的演技 却被大量烂片所埋没 但即使是烂片 只要有吴振宇出现的地方 就好像《无边荒草》里 默然开了一朵精致的花 当记者问他 后不后悔演了烂片 他说 值得后悔的事多了 为什么要后悔那些给你钱的工作呢 不是每一部电影 都要把演员送上一个高度的 即便如此 吴振宇依然在努力做好自己的角色 如他所说 演过烂片 但没有烂角色 有人问他 物质现在还能诱惑你吗 吴振宇诚恳地说 我想要的都已经买了 其实没有太大物欲 我当演员 房子也够住了 也不想跟人家比较 寻找自己的理想是最好的 我已经向观众伸手一块钱 一块钱讨饭吃 使我有这么好的生活 如果我能活一百岁 现在就到回馈社会的时候了 支撑我去赚钱 接拍烂片的动力 就是我要把钱赚到口袋里 再用一个方法去还出来 为了不让自己沦为物质的奴隶 片酬越来越高的同时 他却选择住在老房子里 买衣服只买打折扣的 一套衣服穿了几年 他也不会觉得尴尬 低调的像一个傻子 他常常把自己关起来 不上街 不见人 不上网 选择自闭 选择孤独 抗拒随波逐流 即使做不到完全顿事 他也会时常提醒自己 要和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做一个烂人 也因此 他在圈内朋友极少 还有人说 他没有被划入偶像行列 他却从来不觉得遗憾 反而在心里偷着乐 没有偶像包袱真好 可以不用活得那么累 存了一些钱 吴振宇决定要做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事 他创办了一个电影网 专门扶植新电影人 出身贫寒的吴振宇觉得 现在的影视学院学费太贵了 真正有才华 有天赋的人 不一定读得起 所以他搭建了一个 鼓励年轻人的平台 就当是做慈善 吴振宇常说 支撑着我拍烂片的动力 就是把赚的钱 用一个好玩的方式还回去 吴振宇在家中 片场每天都会打坐 学习佛经 在曝光的朝内81号片场照片 则印证了这一点 照片中 吴振宇以佛家特有的 打坐盘腿姿势 坐在片场的休息椅上 专心阅读一本名为 《瑜伽师帝论》 声闻递讲录的书 据了解 这是一部由南淮景先生 批著的佛学典籍 讲述了修行轮回等问题 而且吴振宇主演的 《朝内81号》 同时也涉及宿命轮回等话题 这与吴振宇所看的佛经内容 不谋而合 另外在吴振宇 在爸爸去哪儿的节目中 也会潜心打坐画面 在重庆拍双十记时 吴振宇先是在 华言寺与僧人合影 趁其他演员拍戏时 自己去虔诚地烧香拜佛 继而在拍戏闲暇时 购买多本关于佛教书籍 虽然香港是个 非常信仰佛教的地方 包括刘德华也表示过 对佛教的信仰 潜心向佛的心意 却一向鲜有人知 不过多年来 吴振宇的火爆脾气 似乎比他的信仰更为人所知 甚至有媒体质疑他有造狂症 曾有媒体采访吴振宇 你信佛 个性为何还这么突出 吴振宇的理解是 佛教有愤怒的本质啊 这个世界充满了攻击 你站在马路边 有人醉酒驾驶冲过来 要死怎么都会死的 我就是不清楚 有些人为什么会逆行 开车逆行 走路逆行 一方面 吴振宇非常好沟通 甚至看到剧组工作人员 都会主动地点头微笑致意 只要对他尊重的人都受到了他的礼遇 另一方面 对于偷拍他的人 吴振宇火气就很大 因为是个演员 吴振宇承认多年来 自己不得不戴着面具生活 虽然内心一直渴望 做完全真实的自己 我没时间活得太清醒 只有每天打坐 喝普洱茶的时候很清醒 但那个清醒是很空的状态 一回到社会就有太多的事 太多的噪音了 每个人都要跟你讲话 每个人都很紧张 自己心里的噪音也出来了 宣传时要带着面具去 回家再卸妆睡觉 第二天起床后 重复昨天做过的事 没体力到缺氧 每个人面具都特别多 看不见一张真的脸 我就会想 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 吴振宇曾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过 考虑在五十岁后出家 他说 以前曾试过出家七天 但因事业繁忙 觉得实在没有时间去学佛 所以他相信 在五十岁以后 已经成家立誓 没有牵挂 可以出家一两年 专心学佛 吴振宇和儿子费曼 一直是网友热议的对象 因为吴振宇对儿子实施严厉教育 对姐姐却非常和善 被网友调侃 费曼是吴振宇 充话费送的吧 在爸爸去哪儿的节目中 费曼在果园里认真辨识桃子的举动 让吴振宇欣喜不已 还立马拍照留念 不少网友也发现了这个细节 感叹道 吴振宇是面冷心热 其实一直在细心观察费曼的成长 吴振宇说 爱分好多种的 不能只有一种 跟孩子一起参加节目的时光 其实非常享受 当初让费曼来参加这个节目 就是想让他长大以后 能看到小时候 而且免费在全国旅游多好啊 吴振宇曾不止一次提到 费曼跟自己非常像 的确费曼很要强 受伤了不敢回家 他还很要面子 走梯台挑同伴 还爱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 一点都不在乎输赢 他或许是所有孩子中 唯一一个只顾在游戏中享受的人 正因为是自己的翻版 吴振宇才有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 他并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爸爸的教育方式 都是针对自己的孩子 没有办法对比的 最了解费曼的 还是我和太太 只有我们知道 怎样教育才更适合他 我希望他长大后 能做一些更好玩的事情 比如当科学家 他长得又那么帅 那样多好啊 不过最后还是要看 他自己想干什么 吴振宇说 并没刻意让费曼 此成副业进入娱乐圈 也没有考虑 让他街拍广告 做代言 他告诉记者 他的狼爸式教育 只是想让儿子 不那么脆弱 他长成什么样 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现在教育他 是希望他能够知道对错 做一个好人就够了 好了 今天关于吴振宇的故事 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从吴振宇的人生来看 小编觉得 人生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引 沉下心 努力向前 一定会拥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你觉得呢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